台湾进入防汛期近来气候变迁 灾害发生经常是多面向复合型的灾害 为了防范灾害发生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灾害预防知识宣导 灾时的自保应变等防灾观念 显得是格外重要 日理政公所扮演了109年度的防汛抢血演习 希望预先在灾害即将来临时 能够及早应变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因应年度汛期以及台风季的来临 华林协议理政公所在乐河旧乐河西桥 举行109年防汛抢血演习 运用镇内的防灾体系 强化综合相知的联系救灾的制度 期盼能够降低台风期间所造成的灾害 同时强化过去既有的防灾经验与执行架构 即使都相关防灾救险单位依全责及该架构联合运作 演习场景模拟强烈台风来袭造成乐河溪的溪水暴涨 玉里地区提防护案部分冲毁 居民的生命财产岌岌可为造成上述状况作为模拟构想 建议加强各级的单位跨机关协调性 灾前准备部分权利灾害医民中心 抢灾人员示范各种演练项目 有疏散撤离以及收容作业 杀州受困人员救灾 封桥交通管制以及提防的抢修工法等等 亦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演习 机会能落实本身防救灾害工作与计划的功能 更能强化本乡防汛组织 熟练各种防汛抢险的技能 以被灾害发生使能减少损害至最低的程度 蔡秋龙说在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 灾害发生趋向复合性 除了事先防范以减少灾害之外 民众对于社区自主以及自救能力观念的建立 也不可容缓 并且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要 备妥救生包以及物力等必要的配备 希望借由这次防汛抢险演习 强化民众救灾的紧急应变能力 以被灾害发生时 能够减少损害降到最低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 感谢敛